关心高雄市的人口增减情况 有一份网络资料整理说 高雄市38个行政区 去年人口消涨情况 以男子区增加了近2000人最多 至于行政中心所在的林雅区 人口则是减少了1800多人 为了凭生育率 高雄市从今年1月份开始 调高生育津贴 是否有鼓励的作用 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高雄市去年7月 全市人口数倍台中市超越 沦为全台第三大城 而就在六都拼人口成长的同时 根据民政局资料统计 去年高雄市总人口数 与前年相比 足足少了2400多人 针对高雄市人口减少 就有网友根据户口资料来进行整理 其中全市38区 在去年减少最多的 就是四维行政中心所在的林雅区 和前年相比 人口足足减少了1800多人 年轻人好像都比较少 所以林雅区觉得人变少了 有有有 好像比较没落 比较没落 对 但是这边市政府呢 对啊 应该是交通方便 什么都方便 不过好像人潮就比较稀少 我们林雅区是一个比较高雄市的一个 比较早发展的 很完善的一个城区 那当然这边的腹地市已经 开滑都已经很完善了 人口数的类型 那个少子化 因为我们少子化严重 我们经过我们副所这边的了解 我们这边的出生率真的是很低 比其他区 林雅区的房地产相对来讲 是高雄市这边也是最贵的 相较于林雅区人口减少最多 增加最多的区域是南子区 去年人口足足增加了1900多人 尽管各区人口增减原因相当多 但全市人口出现负成长 无疑城市竞争力遭到考验 除了增加产业进驻 提升工作机会 吸引外来人口一路之外 多方面的设服措施 鼓励年轻人生育意愿 才能够真正摆脱 人口负成长的阴霾 港都新闻李嘉隆王思午 采访报导 és这样up 银ceksin